丁简平安 又到了一个礼拜天 我们聆听神话语的时候 那今天我的题目是 冲破拦阻 逆流而上的第二集 那上个礼拜 我们在新年的主日里边 我们特别讲到 越是困难的时候 越是危机的时候 也越是基督徒有作为的时候 那今天早晨我的经文 很简单 也常常被提说 常常来应用 我想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 对你我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先来读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第五节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是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祂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 经了两个月的等待 我们看到 大选好像已经尘埃落定 可能好多人呢 不太同意萧牧师的意见 我们还有一个翻盘的盼望 但我想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你需要了解 属灵的复兴 不同于国家的复兴 属灵的征战 不同于政治的选战 国家兴旺 未必属灵复兴 相反 属灵复兴 会带来国家的兴旺 这话比较拗口 简单说 一个国家的兴旺 和属灵的复兴 没有直接的联系 面对疫情 我们心里边恐慌 我们相信 疫情两三年就会过去 但是面对 今天这个选情 我们的心情就格外的复杂 我相信在未来的这入感言当中 我们将会面对一个 分裂 对立 左倾 向自由化的方向 极具倾斜的一个国家 我最近祷告就说 主啊 我想问你 在疫情蔓延之际 你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 还有呢 在这个最近的 这个选情胶着 或者明了的时候 你到底让我们有什么反思 其中又有什么隐藏的祝福 上个礼拜三 我和萧师母呢 我们驱车前往华盛顿DC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一时之举 其实好几个月 我一直有一个盼望 有一个负担 就是去华盛顿 为国家来祷告 但这华盛顿是除了美国的首都之外 也是全世界博物馆的门类最齐全 藏品最丰富的一个城市 后来我想了想 我其实是学博物馆 学考古 学文物的 好像我去华盛顿 没有一次为这个去过 我好几次去华盛顿 都是为国家来祷告 为国家来护求 因为距离比较远 我是头一天先到纽泽西 在我女儿家住下 那第二天一清早呢 我就开车过去 那个地方呢 就是很多街被戒严 那我是开着自己的私家车 所以就停在很远的地方 那我跟萧师母是轮流 就是到这个几个重要的地方 比如说国会 还有白宫 还有这个最高法院呢 就是行进祷告 你说 在纽约祷告不可以吗 是的是可以 但我相信一件事 就是你脚掌所踏之地 你的感受 你的看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回来的路上 我一边开车 就我一边流泪 那神也把这个礼拜的讲道 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 骑士给我 你不要以为准备奖章要服案 不是的 你开车的时候呢 神也把话语给你给 那我觉得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格外需要为美国来祷告 当然大选的结束 或者告一个段落 有人高兴 有人失望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也要 接受一个事实 圣经说 废王力王都在乎 神都在乎耶和华 不管你高兴不高兴 你难过不难过 但是呢 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必须知道 这是神所许可的 今天早晨 我在准备奖章的时候 那萧生就看到 我这个奖章的题目 他说 我不会为这个拜登祷告的 我说 你必须要来祷 他我做不到 但我觉得我们呢 还是要学习 为君王和在位的 来祷告 你可能没有那些 远大的志向 你想平安无事的度日吗 这里讲说 你为君王在上的祷告 说我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更若是呢 今天我们要看到 今天神带给我们一个基督徒 一个使命 就是啊 让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因为全世界 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帮助我们 只有神 只有耶稣基督 在人和神当中 是一位中保 是我们的盼望 和得救的根据 但是我们看到大选 也带过我们很多的反思 我们好多人 我们离乡背景 来到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有千万个理由 我们移民 但有一点 我相信大家呢 也是非常看重的 就是希望在这里 我们能够享受自由和民主 不是吗 但是大选 让我们看到黑暗的媒体 我们看到那些无良的政客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心里边就是不免难过 我鼓励大家 鼠灵的征战 不同于政治的选战 我再讲一遍 鼠灵的复兴 不在乎 是不是国家的复兴 所以很多时候 在你最黑暗的时候 最没有盼望的时候 最灰心的时候 那是上帝做事的时候 阿们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想到神在我们当中 他行奇妙的大事 所以面对选情 面对大选之后呢 我有三点提醒 第一个呢就是 不要去定罪别人 不要让分裂进入教会 那今天王培姐妹 这首诗歌很好 提醒我们说是 天国的姊妹 我没跟他沟通过 要唱什么诗歌 但这一点 正好和我这个呢 是契合的 所以我们的身份呢 有好几重的关系 第一个 我们属于天国的姊妹 你有天国的国籍 那接下来呢 你是纽约 属于梁堂的会友 你有一个建造 荣耀教会的使命和意向 接下来呢 你是地上的公民 你无论是中国人 美国人 德国人 墨西哥人 你有地上的国籍 再下来呢 才是政党 无论是这个 你是这个民主党 共和党 或者是其他什么党 你可能是白粉 你可能是川粉 但今天呢 我们要做什么粉 知道吗 要做耶粉 耶稣基督的粉 大家注意到 今天是 这个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我特意选的颜色 什么颜色的 紫色的 如果你学画画 你会发现呢 怎么样可以调出紫色来 红的 蓝的 调好起来就是紫色 我不是说我要 民和两党的 这个政界 不是 我敢说 我们无论是倾向 哪一个方面 你不要放弃 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阿们 你永远不要让政党 让你的政治见解 破坏教会的合一 然后超越 我们弟兄姐妹的情谊 阿们 这非常重要 第二呢 我鼓励大家呢 不要过分的 相信媒体 在主流媒体呢 好多人都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我从11月份之后 我就很少 去看报纸 但是呢 也不要过分 相信那些 社交媒体 因为很多的消息呢 都是空穴来风 你要知道 谣言说三遍 就会使人相信 那成语里有个词叫 曾母 头柱 柱就是 织布的那个梭子 那有一天呢 曾子就是 孔子的一个 大弟子 她的妈妈 正在家里边 织布 有人说来说 哎呀 糟糕了 你儿子杀人了 她妈妈呢 听完之后呢 依然织布 纹丝不动 过一会儿呢 第二人说 哎 你儿子杀人了 她妈妈呢 仍然继续织布 第三遍 有人说 你儿子杀人了 这位母亲呢 做什么你知道吗 把织布的梭子放下 翻墙逃走了 知道她为什么逃跑吗 因为当时是 有罪的话是 株连九足 你儿子杀人 你也怎么没有好下场 你看看 一个伟大的母亲 被三次谎言 就迷惑了 然后呢 翻墙就逃跑 另外我们也要留心 不要听信 一些没有恩高的 所谓先知的一些言论 那最近有听众姐妹说 说肖牧师啊 为什么 这个先知的预言 神不听 王达大夫 你说错了 应该是什么呀 这些先知的预言 可能不是真正的预言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把的目光 从新闻 转到经文 这是为什么教会 要来抄圣经 抄圣经不是书法比赛 而是要在神面前 再次立志说 我们教会 要成为一个 坚守圣经原则 的一个教会 我们透过抄写圣经 其实怎么样 就是在神面前 立约 你成为一个立约的人 第三 就是不要灰心 勇敢前行 冲破拦阻 逆流而上 那第二呢 我们就是要学习 凡事献恩 这段经文 我们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献恩 是我们感解 传统的一个题目 和经文 我们诵读的 但我觉得今天 没有再比这句话 更切合我们今天的环境 如果你望远看去 无论是 Cobananty的疫情 还是大选 还是经济 还是知安 我上个礼拜说 乏善可尘 但是我们今天 属灵的人 你真的要学会 在看起来 不顺利的一个光景之下 你要能看出 上帝的恩典来 我前天 我给一个 我们年长的一个姐妹 打电话 她也是 她是川粉 她对这个选情 也是非常的不开心 后来她说呢 我先生告诉我了 事情这样发生 总是有她的道理 我很阿美这段话 所以中国有个成语说 塞翁是马 焉之非福 有一个人 住在塞外 养了一匹亲爱的马 有一天马呢 丢失了 他很难过 你要知道 当时的马匹牛羊 就是财富 就没想到一年多以后呢 马又回来了 所以老马仕途 你知道吗 又回来了 不止这回来 还带着一只小马 你问好不好 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丢马未必是坏事 就后来呢 这个马长大了 小马长大了 儿子就去试骑 就没想到 这个马性子非常烈 一蹦一跳 儿子摔下来 把腿摔断了 那个时候骨壳不高明 你知道吗 摔断腿可能 就短半截 一生残疾 有人说你看 这个马呢 就不该回来 没有多久 就国家打仗 到处抓壮丁 反正是这个健康的男儿呢 一律上前站 上前线 他儿子一味残疾 就没有被抓去当兵 结果那场战争呢 去前线的人 没有人回来 唯独他孩子呢 瘸着 但是还活着 这老人家就 有一个礼物说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所以当我们今天 面对疫情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说 哎呀 怎么这个情况 面对大选的时候 你也不要说 怎么成这个样子 焉知非福 你阿们吗 对你旁边地区也说 我们的环境 虽然不好 但是你 但是呢 焉知非福 如你反思 美国沦落的 今天我用过沦落这个字 这你可以寻见 他一路下滑 一个长长的轨迹 所以冰冻三尺 不是意志 你知道吗 所以大选选出了 美国深层的问题 但我提醒大家 你不能把这一切的问题 一切的选战 都归于那些政客 归于那些议员 就说到底 还是人心出了问题 今天美国无论怎么样 衰败 你不可否认 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民心的向背 还是这个国家的最强因 你看看过去的历史 特别这近几年 很多恶法连连出笼 为什么 我们看到 大麻合法化 这样一个法案 可以出笼 为什么我们看到 同性婚姻 这样一个荒唐的决定 居然在美国不违宪 为什么 其实如果你拥有一个 商业的原理来讲的话 非常简单 每一个畅销产品的背后 有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群 有一个买单的人 iPhone为什么好卖 因为人喜欢 所以今天 美国的问题是这样 一连串邪恶的法案 明显违反圣经的伦理 却得到了多数 或者说是一半以上人的支持 更可惜的是 这一半人当中 有很多都是基督徒 如果你看各种统计 你不管算什么统计 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 超过半数以上 这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 半数中的三分之一 如果他们愿意 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行事 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投票 就没有今天的光景 所以你必须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美国的人心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呢 把目光就对在一个 一个政治人物身上 不是 而是因为美国有这个市场 造就了这些政客 政客是听百姓的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要给议员打电话 就要给他施加压力 而且不只是这样 我们看到我们包括西方的教会 美国的教会 这年来呢 荒于安逸 忘记了神的托付和使命 失去了持守圣经的立场 被世俗的价值观 所吸引 所以是美国一步步的就败退 我最近就是特别有兴趣 我就查了一些主流的教会 他们过往两三年的一些 讲道的一些题目 我查过这个题目 不是我想参考他们怎么讲道 而是我说 今天美国的教会 他们在讲什么 我就发现呢 排在最前边的 是什么呢 教你如何成功 教你如何富足 教你如何经营好人际关系 这些都很好 但是我们却听不到 也看不到有关十字架 有关悔改 有关复兴和为主受苦的信息 我就想到 在老底家教会 他们富足一样也不缺 但是不冷也不热 我看到今天在美国 我们必须要知道 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是文化基督徒 只是有一个 基督徒的一个 抬头而已 所以圣名之下呢 欺世难辅 二十年前 当911刚刚发生的时候 第三天 9月13号 当时CBS 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主持人叫 金克里森 他就访问了 这个格里海牧师的女儿 他开口就问说 你爸爸是全美国最有名的牧师 我问句话 为什么上帝允许 九一这样的事情 在美国发生 结果安妮呢 听了之后呢 想都没有想就说 他说 我相信 九一这个事情 神和我们一样 也非常的伤心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些年来 我们不要叫神 叫上帝 管我们的学校 我们不要叫上帝 管我们的政府 不要让上帝 管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上帝 站到一边 当学校 有祷告课 有圣经课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要保持宗教 中意 我们说 OK没问题 当孩子 属于管教 别人说 美国是自由的国家 让他们自由发展就好 我们说 哦 没关系 当别人要挪走 十戒 这样一个 十倍的时候 我们说 哦 没有关系 我们看到媒体 他们制作一些影片 暴力 凶杀 自杀 我们看到 强奸 各种各样的 这种事情 我们说 哦 这是娱乐 没有关系 但今天 当发生问题的时候 神啊 你为什么不管我们 弟兄姐妹 今天美国发生的问题 我要告诉大家 你不要怨神 你看到诗世纪吗 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有百姓 他们离开神 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情 神就任凭他们 就任凭很重要 你不是愿意吗 就去行吧 结果呢 我们看到 就是 饥荒 瘟疫 外族的入侵 民苦不堪言 接下来呢 百姓 就开始 哀哭怯耻 然后就 呼求神 神就兴起一位逝世 然后呢 让百姓 脱离这样的苦难 所以我相信今天 美国的光景 就好像你我 生活在 逝世时代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要对主说 对神说 上帝 神我们很抱歉 我们过去让你远离我们的国家 远离我们的生活 远离我们的教育 远离我们的媒体 我们得罪了你 今天我们欢迎你回来 另外鼓励大家 你不要看衰美国 美国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经历苦难未必是坏事 中国基督教 有上千年的历史 从魏晋到明清 在1949年 民国十八年 民国三十 三十八年的时候 那时候呢 也只不过是 两百万的基督徒 那么还经历 中国以后的政治运动 到文革时候 教会完全看不见 我虽然眼睛小 但是我是亲眼看见 我的牧师坐牢 教会被关闭 丢解了圣经被抄被烧 好像看基督教影没有了 你知道吗 就在那非常看起来艰难的时代 我不知道信徒是不是还剩下十万二十万 我不知道 但1980年之后 教会却得以复兴 不是复兴的两百万 也不是两千万 而且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人口 而且很奇怪 如果你了解中国家庭教会 没有白老 没有章法的 也没有什么架构的 也没有什么有名的牧师的 但是 教会却发展起来 那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兴起来 你又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苦难 这以色列百姓 他们知道 神给他们祖辈的恩典 他们要世代相传 恩典和祝福来之不易 你有耕耘 才会有收获 有努力 才会有成果 那我也看到 美国的情况 就是今天 在文化战场上边 教会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如果你要了解教会的历史 在几百年前 文化是掌握在教会的手里边 音乐 美术 建筑 戏剧 反正你看到的文化领域 一切怎么样 都是学扬神的 但后来我们看到 当特别文艺复兴之后 我们看到人文主义兴起 很多这些文化 就宣扬一些不好的价值观 我们教会不是去参与改变 而是怎么样 抛弃 我记得 我刚当牧师的时候 有一个老传道人说 你当牧师了 以后呢 只看圣经 报纸不要看 你们听过吗 基督徒不要看电影 不要看电视 请问 报纸 电视 它是一个载体 今天你不掌握它 它就被 仇敌撒蛋 做掌握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想要翻盘 要从文化 这个层面开始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 非常注重文化宣教 我们带得好 为什么去排剧 严什么乙丝贴 严什么乙丝在这里 干什么 这是文化的宣教 透过这样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 把福音传给别人 很多年前 我远之明牧师在一个饭桌上面 他就问我说 这个十字架 这个影片你有什么看法 我说很好 我说如果中国有一本 属灵的西游记 中国的教会不是这个样子 我什么意思呢 西游记是中国的一部小说 它讲到唐僧 去印度取经的过程 所以这样一个故事 就要很多的国人 就了解到佛教的一点点滴滴 他没有气过庙堂 没有抽过签 没有拜过佛 怎么样 他以为自己是基督 是佛教徒 所以如果我们 今天能够写一部 我们基督教的西游记 会影响多少人 所以文化宣教非常重要 只有我们从小的地方做起 一点点的影响 在各自的位置上面 能够发光 你才能够 可能东山再起 第三 我们谈点实际的 新年要立定心志 我看到好多人 在新年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立志呢 太大了 大了之后呢 自己撼都不了 所以有人说呢 无志者呢 怎么样 常立志 有志者 立常志 在今天呢 在这个新年 期间当中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呢 有七项的劝勉 这看起来真的是简简单单 没有什么高言大致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能够做到 你的生命会不一样 你的教会不一样 你的家庭会不一样 你的国家会不一样 我们看一共七点 我们请媒体来访 第一个 就是立志 我口中 没有过失 难不难 极难 因为一个人 如果口舌没有问题 他就是完全人 如果没有过失呢 在新年当中 我们立志 这年当中呢 不说假话 不说脏话 不说误会的话 不说不造就人的话 让我们的口中 充满了赞美 和鼓励 第二 立志过圣洁的生活 这讲的 但以理 立志 不以王的善 和王所饮的酒 玷污自己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随从今天的潮流 很多说 别人都做 你不做就很怪异 我告诉你 基督就是很怪异 就是你被分别出来 和别人不一样的 第三 要立志 遵从主的旨意 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说呢 人若立志 遵着他的旨意行 就必得着教训 或出于神 或者是我凭自己说的 人说什么不重要 你凡事呢怎么样 要讨神的喜悦 立志呢 要按主的旨意去行 第四 就是要立志 传主的福音 这里说 我立的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 被撑过的地方 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的经济上 换句话说 今天太多的人 还没有听信福音 包括在纽约 包括在美国 包括在法审 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 多救一个人 所以这个年头 我们看到 是一切都不顺遂 也正是你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你立志传主 如果在年中结束的时候 你说主啊 我带了一个人信主 我让一个人的灵魂得救 你这年没有摆过 如果你这一年 恐恐慌慌 昏昏恶恶 你度过一年的话 你是空手 向神来说 主要这一年 我什么都没有做 第五呢 要立志做安静人 就是贴插 龙家前书 这个四章的 安静 不是说你不说话 而是指呢 就是说 不是指的环境 我找一个安静的房间 安静的一个居所 不是 而是指到你里边的状况 无论外边风风雨雨 颠颠簸簸 你里边觉得 平静安慰 你心里边独定 不会为 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会为那 行不易的生出嫉妒 依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神的信实为良 要做安静人 第六呢 立志讨主的喜悦 这在更多后述 所以无论是在 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就是这个世代呢 你不要讨人的喜悦 要讨主的喜悦 人说什么不容易 人说什么不重要 但是神 才是最重要 第七就是 要立志 为主受苦 这段事情 对我们来说呢 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 他为主受苦 他在安提阿 在以戈涅 在路斯德 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但是呢 在苦难当中呢 他立志 愿意更多的来 服侍主 今天 美国 你可能会遇到 教会受逼迫的事情 越来越多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逼迫 比起极权国家 比起共产国家 还是轻乎其微 你可能受到一些提示 你可能受到一些委屈 我告诉弟兄姐妹 你不要怕 圣经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 怎么样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七点 希望大家牢记在心 最后呢 为一个几句话 和大家来结束 在二十多年以前 有一位台湾的姐妹 她送过一幅字画 是台湾基隆教会 一位姓邵的 一位属灵的一个长辈 所写的 书发写得很好 但我觉得呢 更重要是这些话 写得更好 其实这些年来呢 我常常把这些话呢 作为我一个个人的 一个人生的格言 很多格言呢 很精辟 很多座右铭呢 听起来非常的这个 刻骨铭心 但这几句话呢 好像非常的平实 但我觉得这确是 一个基督徒 一个生活的态度 和生活的写照 我们好不好 在媒体放出来 好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欢欢喜喜地吃饭 安安静静做工 和和气气说话 诚诚实实待人 多简单 有多不简单 你吃饭的时候 欢欢喜喜 我告诉你 胃病都会少得 做工安静 不要宣扬 说话和气 然后带人诚实 如果你做到这一点了 你这一年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阿们 好 短短的讲道 希望大家呢 放在心里边 我们一同来思想 好 那下边呢 我们一起来唱有诗歌 这是一首祝福的诗歌 特别适合呢 在新年来唱 我们起立好吗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祝福于你 一下来 大声唱 愿主里面 世事未遗憾 恩天将校 赐福于你 平安息了 天天充满你 恩天自你 赐福于你 平安息了 天天充满你 愿主的人会自爱与祢同在 愿主的灵世世围绕 恩典佳乡 自父与祢 仅安心 天天充满祢 愿主的人会自爱与祢同在 愿主的灵世世围绕 恩典佳乡 自父与祢 平安喜乐 天天充满祢 赐福与祢 赐福与祢 平安喜乐 天天充满祢 赐福与祢 赐福与祢 平安喜乐 天天充满祢 赐福与祢 赐福与祢 平安喜乐 天天充满祢 赐福与祢 平安喜乐 天天充满祢 赐福与祢 赐福与祢 祢是帮助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苦难 在这种失败当中 让我们能够不灰心 也不失望 能够立定心志 一生来跟随主 我们相信一切的受苦 对我们有益 为了让国家能够兴旺 让教会兴旺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得以再一次被你来提升 哈利路亚 我们就让你的恩典 来现场感谢 未来的环境 来现场感谢 让我们一起来奔走 十五天的道路 让2021年能够冲破蓝祖 逆流而上 这将是一个丰收的一年 将是一个恢复的一年 也将是一个翻转的一年 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有软弱的 有困难的 有困苦的 有失望的 有得疾病的 求主你亲自 赐下一致 安慰 怜悯 扶持 和鼓励 让我们一起向天走 哈利路亚 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生的名 阿们